丁小琴 你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 希望大家不要再被丁小琴骗 马凯尔开轿丁小琴 苦助王思佳里严谨补刀 胖姐你帮我拿到了没 还没 他回答不是我回答 钱也还没拿到哦 马凯尔日前和姐姐胖姐 在直播中指控五年前向丁小琴买包 没拿到货不打紧 但已付的三万八千元 他却迟迟不还 让身陷卖假包 恶性欠债等官司的丁小琴 形象栽算 当时他受访表示 我们这一天跟胖姐有联络上 胖姐一直说 有钱就分析给他这样 然后他不急啊 还与他俩约定 11日晚上6点会一起现身直播 直接还钱展现诚意 没想到马凯尔下午受访却说 他说很多记者现在就在打来 就是说有一个女明星啊 就是在外面讲我坏话 女明星就说他有住过我家 我们家有很多流氓在我家 可是他们就是在背后讲 就是说马凯尔要叫 就是那个人去陪酒 后来我就道意给他 他说蛤 没这回事耶 而到了晚上说好的 丁晓晴要现身 他消失了 他这次的借口就是 开会不能来 今天他真的是 让我非常非常失望 更大爆被骗的受害者 还有王思佳和李严谨 现场还call out给他们 他开了店嘛 然后大家就会去逛嘛 就是他那个员工理职了之后呢 他是说有一件事情 他如果不说出来 他觉得他两心故意不去 后来他就跟我说 丁小姐传简讯给他 跟他说我来要去店铃币 把价钱换高一点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 太可怕了耶 李严谨则是曾跟他买到假包 虽有拿回钱 却早已无法信任他 而这次会出面全是因为 有网友就是有发讯息给我 然后就说被骗 被骗就算了 他还就是呛人家 正当马凯尔与李严谨推谈时 丁小琴尽传讯给胖茧 要他不再公开场合谈论此事 若你能隐落 我将在收到你回应同意者 隔天汇款到你的指定账户 谢谢 丁小琴现在是你欠钱 然后你怎么这样子 用威胁的口气在威胁我 记者想求证丁小琴 但他没接电话 传简讯也引不忽悔 娱乐动新闻报道